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進宇 今天是2023年9月16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有傳媒昨晚特意到市面看一看 畢竟香港夜繽紛啟動過後 市面的情況如何 原來話說夜繽紛第一晚遇到紅色暴雨 據報市面相當冷清 記者在現場看到的實況是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也跟蹤JPEX那壇事件 越搞越大壇 據報首先多位藝人牽涉其中 又有林佐 又有肥媽 又有張智霖 又有Youtuber陳怡等等 據報相聚科的跟進調查 星島日報有跟進報道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也討論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Yahoo新聞的最新報道 夜繽紛第一晚就遇到紅色暴雨 銅鑼灣冷清日 商場推出夜間優惠 不過店舖10時就已經拉閘了 報導的內文提到 政府日前舉行這個香港夜繽紛啟動禮 牽頭一系列的活動吸引市民外出 希望本港晚上的氣氛能夠重新熱鬧起來 多項重點包括港鐵夜晚乘車優惠 商場夜間優惠等等 不過政府正式宣布 活動過後的第一日 就遇上這個紅色暴雨 適逢在昨晚星期五 Yahoo新聞的記者就在銅鑼灣街頭觀察 晚飯時段過後 鬧市街頭已經相當難清 佳因天文台昨晚陸續發出 黃雨、紅雨警告信號等等 在銅鑼灣行人擔遮顯得非常狼狽 附近一帶的商場部分商鋪 在9點多已經陸續關門 即使仍然在營業 仍然人流稀少 為了響應夜繽紛 這個行龍旗下的商場 是推出夜市的專屬優惠 不過在銅鑼灣Fashion Walk 晚上約10點 就已經有商鋪9集售鋪 而在九龍區太子一帶的酒吧 亦不算熱鬧 在星期五晚上11點多 記者目測 酒吧的入座率不足一半 室內的客人顯得疏落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記者實地視察 9點多 銅鑼灣的Sogo裡的場面已經相當難清 部分商店甚至沒有顧客 另邊商昨晚第一天出師不利 夜繽紛過後第一天遇到紅色暴雨 人人都擔遮 相關官員可能說 因為下雨少人遮 不知今晚情況又如何 今晚亦很有機會下雨 可能要看星期日 看看星期日過後 即夜繽紛的活動 啟動過後 香港晚上的經濟會不會 這麼神奇突然之間 活起來動起來 即日礦者說 都是那句不斷呼籲 請才爺考慮多派一期消費券 另外亦說說 JPEX那件事的最新發展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爆紅的虛擬貨幣平台JPEX 是被證監會警告的 相聚科跟進調查 張智霖、林作都急急割席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曾經邀請張智霖、林作、莊斯敏 Youtuber陳怡等等各大藝人或網紅 大力宣傳 近年香港爆紅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EX 日前被香港證監會點名警告 並且長列出這個平台多過的可疑之處 情況都可以說是相當罕見 證監會的聲明指出 JPEX發出的陳述和廣告宣傳 有多項和事實不符 強調JPEX並無獲得證監會發牌 星島申訴和向證監會查詢 證實案件已轉介給警方 雙罪科跟進調查 警方呼籲所有關於證監會 聲明中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投訴 都可以向警方舉報 商業罪案調查科將一平處理 被點名的JPEX說 會成立專責小組 商討未來發展方向 並表示會逐步調整提款上限 似乎是回應有用戶未能得到錢的指控 特色警方嫁入調查後 一直都有幫JPEX唱好的名人和藝人都紛紛割席 林作在昨天更加到警署報警 他接受星島申訴王訪問時表示 他和JPEX的平台沒有任何直接合作 只不過因為自己做場外交易所 部分客戶轉錢過後 可能會選用那個平台 林作就說 根據事件目前發展 他也很懷疑自己的虛擬貨幣生意 能不能繼續下去 林作重新會全力配合證監會 並強調自己絕對沒有做合夥人 就說只不過介紹其他人用這個交易所 從而獲得一些額外獎賞 算不上高層次的合作 他又說 證監會在公告層面 提醒網紅不應該宣傳未有持牌的平台 屬於新的發展 但他願意跟足、跟貼、尊重 證監會任何公告 令B商在其他藝人方面 張志林透過代表公關公司 就有以下回應 就說張志林先生 之前有收到有關邀請 拍攝廣告 但這間公司 宣稱他們在海外有註冊 也能夠拿出相關證明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拍攝 拍攝時間是2022年3月 拍攝完成後廣告都未出現之前的2022年5月 我們得知JPES已經受到證監會監管 所以已經用書面通知了JPES在香港 沒有拿到牌照之前 是不得使用張志林先生的超帳做任何廣告宣傳的 我們才留意到原來它已經使用當中深感無奈 我們會保留追究JPES的權利 鑑於之前已經知道證監會對JPES的指控 我們公司代表回覆 絕對支持在香港有牌照 才能夠正式經營業務 至於有關的廣告片已經在網上下架了 當中監密貨幣專家李思聰認為有關平台遭到證監會 如此點名指明道姓 情況其實很嚴重 如果那個平台真的正在申請牌照 就說你可以想像到那家公司拿到牌照的機會已經不會高 但它指JPES的最大問題是宣稱自己正在申請牌照 實質其實就未有申請 令B商JPES的案件正在調查的外界關注 曾經幫他們作宣傳 可能說過一些失實陳述的明星和名人會否誤諾法網呢 陸偉雄大律師就說 犯罪一定要有兩個共存的元素 一個是犯罪意圖 另一個是犯罪行為 雖然明星名人好像做了一些犯法行為 不過如果證明沒有犯罪意圖的話 法律上都成不了罪 不過他提到 因為那些公眾人物說話應該要有道德責任 說話應該要負責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他說JPES越鬧越大 估計今天都會有各大進展 當中有林作說去報警 張智林說出聲明說他們不知情 另外還有很多牽涉其中的名人 據報道現在為止仍然沒有割蓄 即是仍然深信JPES的虛擬貨幣 都有不少人 網友正在追殺 例如關注Youtuber陳怡 怎樣說的呢 據了解他也是很有份量 另邊雙也說到 莊斯敏也有牽涉其中 另邊雙也有不少藝人 都曾經幫JPES賣過廣告 事件都可以說是越鬧越大 但是背後有不少人 整副身家 整份血汗錢 可能就放在機構內 未知這件事的發展 會不會說是血本無歸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將軍澳道單車男子落車自己炒車 滿面鮮血送軟 報導記內文提到 今天9月16日早上8時58分 一名單車男子 在將軍澳道往觀塘方向 更啟田道附近 被發現滿面鮮血 倒臥地上 途人於是報警 救護員到場把他送軟治理 地上留下了一堂血跡 據悉傷者踩單車 落車自己炒車 頭部受傷躺血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最重要是人沒事 據報都撞傷 不過清醒送軟 我是困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